蚵仔本身就會寫多 不用沾醬欸 如果我們就是去吃吃到飽的話 就24、6、600塊 然後就都只有蚵仔這樣 你想要多樣的話可以來這邊吃吃飽 如果呢 你是烤蚵仔吃到飽 你好欸 阿你好欸 第三家 早上早上早上 你知道嗎 我拿到53號 到幾號 9號 超傻的 誇張欸 想吃蚵仔 我這麼難 我覺得蚵仔好大喝喔 欸 超棒的 蚵仔 大家好 我是阿喜濃濃濃 我朋友推薦給我說啊 嘉義東石漁港那邊有很多烤蚵仔吃到飽 然後一個人只要200塊有找 當然又夠啊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只有農霸農嗎 先去嘉義吃這個烤蚵仔吃到飽 那因為呢 我昨天有打電話問 然後才知道他不能預定位置 他就是10點半開門 他就說可以發號碼牌 可以先去後衛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從屏東出發 然後趕著10點半要去拿號碼牌 希望我們不會等太久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 趕快 叫門爸開車 前往嘉義東石漁港吃蚵仔 你好耶 你好耶 我的天啊 浮誇了 知道排到什麼時候啊 到第三家 我來找我 不好意思 現在來到下一家 全部人都跑來嘉義吃烤蚵仔啦 我剛剛呢 去0號碼牌 然後你知道啊 我拿到53號 結果他現在就要幾號 9號 超傻耶 誇張耶 蚵仔吃到飽 下日平日啊 這是粉絲推薦給我的 但是前面還在等20幾組 所以是想吃蚵仔啦 我這麼難 點蚵仔大餐 沒有蚵仔酥 炸蚵餃 炸蚵卷 炸蝦卷 蚵仔蒸 烤鮮 烤鮮 還有五味顆 跟蚵仔蒸 蚵仔米香 你看我們多餓 怎麼煎得那麼多喔 好生氣喔 龍爸說這個蚵仔很大顆耶 一個大拇指 蚵仔就是殺鬼狀的 好大顆喔 你會更大 我會更大 你知道嗎 蚵仔 蚵仔 我們今天太香了 我們剛剛幹嘛奔波那麼久 炒了兩個多小時 吃到蚵仔真的好幸福喔 一咬下去肥嫩多汁 不汁這樣子 很鮮甜啊 剛剛一下車有那種蚵仔 很多蚵仔咖哩路邊 一種臭臭臭 蚵仔咖真的好臭 它的蚵仔湯我覺得應該要用點米酒會比較香耶 它只有加香油 它每一個蚵仔都蠻大顆的耶 沒有縮水耶 你看它這樣子炒到它麵線一份如果單點是120塊 好香喔 那個蚵仔好大顆喔 不會鹹的出來 我覺得麵線本身就有它的鹹度大啊 而且它很自然的 它沒有去加太多的鹽巴去調味 因為畢竟它就是要吃蚵仔的那個鹹甜啦 它的麵線真的好好吃喔 它不會煮太暖就豬豬豬好 而且那一般蚵仔麵線勾堅是很麵線 它這個麵線是很滴咖麵線那種麵線 欸這好推喔 我真的覺得這個烤蚵仔麵線要吃耶 你看嗎 超大的蚵仔湯都要吃 但是蚵仔湯裡面真的有蚵仔 蛤 一般吃到蚵仔湯裡面根本就是一點點蚵仔 但是真的吃得到蚵仔的肉耶 其實一般蚵仔湯不一樣 有點像排骨酥的感覺 蚵掉 大家說這個裡面真的是很厲害一定要吃的 這個手掌大腿 這個要沾蒜草醬油 好特別耶 這個蚵仔在裡面這樣子 因為裡面腸啊那個味道也太明顯了吧 欸 還有韭菜 然後那個皮還蠻爆熱 它五顆這麼大顆才75塊 今天就是一直吃不到這個烤蚵仔 所以今天爸爸說呢來這邊有多爽 有人幫我們烤好的 不用在那邊自己烤喔 真的好大脆耶 超棒的耶 蚵仔湯 蚵仔湯本身就會鹹耶 不用沾醬耶 如果我們就是去吃吃到飽的話就246 600塊 然後就都只有蚵仔這樣 你想要多樣的話可以來這邊吃吃看 如果呢你是全家人一起出遊 這種店應該會比較方便 因為我們剛剛也有去排那一種小吃店 可是那個就是要坐在那種店啊卡 然後很熱 所以我覺得那種全家可能比較不方便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去尋找一個下午餐 就是在那個嘉義過一個很chill 很chill的午餐 讓你們看你們吃完的蚵仔渴在這裡耶 你們吃這幾座山啊 我的天啊 太浮誇了 大家都來冬食吃蚵仔耶 太猛了啦 超漂亮的 它是個城堡耶 低校是一個人150 然後近代外食 GO 很漂亮耶 大家可以來這裡當網美拍張照片 我們爸爸剛剛就去研究花花草草 你看這是那個芋頭千層蛋糕 然後這是那個巴斯克乳肉蛋糕 它都是蘋果口味的 喔 它咖啡不錯 這是巴斯克算比較重的乳肉蛋糕 這是乳肉蛋糕 它非常綿密 對 有點濕 濕溫濕溫 對 要有點濕溫 喔 超誰 要巴斯克 這種蛋蛋的蘋果香氣 口感稍微吃到一點點 蘋果的那種碎碎的小果粒 那你吃甜點一定要配黑咖啡 我來吃千層蛋糕 愛水啊 愛水啊 千層蛋糕 愛 但你這樣 剛好不會到太乾 然後蠻濕潤的 然後又可以吃的到芋頭好 清晨蛋糕它不是綿密的 它是比較屬於有餅皮的 可是它的餅皮感覺 你不會覺得太厚重 清晨蛋糕貴就是因為 它有一層一層疊有沒有 也不會太乾 對 它的東西都好吃 連咖啡也蠻好喝的 不苦澀 蠻有特色的 蠻推薦大家就是去冬始漁港啊 吃完东西然后再来这边 我觉得冬始漁港不是鹅啊 有时候就是不要假日来啦 我觉得不要连续假期也不要假日来 因为真的会排队排得超夸张 就像我们今天找三家都没得吃 那排到几点啊 他就是那时候才大概11点半才到9号而已 然后我拿到号码排是53号 Excuse me 我大概天暗了 其实像我们这样子 也可以直接去点餐的那一种 什么料理都吃得到还比较好 可以紧张去冲着200块去吃的啦 所以我觉得下次有空再去吃 好啦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嘉义冬始漁日游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咯 一日有采两个东西 采两个东西 欸真的很好玩耶 我们就是全家出来玩 不要那么紧凑对不对 中途其实我们可以去冬始漁港走一走 对因为现在有点热 所以我就觉得怕我爸妈去中暑 所以呢就想说那就下午再去 那大家也可以 故宫啊 哦故宫南院也可以耶 对所以景点大家如果在东西附近 其实有故宫南院 然后也有那一个东西渔港 然后也可以到布袋的那个高跟鞋教堂去拍照 对所以大家来到这边呢 可以跟我们这样一日游 然后景点的部分呢 就是我刚刚推荐那些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然后真的很适合家庭来这边 不用说很紧凑的那种排行程啊 对 那就分享给大家啰 还有还没加入我烂色群 也可以加入我烂色群哦 里面会推荐一些好吃好玩的 还有农贝格优惠不定期会给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